第958集 我成就神王境六层天 叶晨勃然大笑 丝毫不惧欺人 卑贱的东西 还敢狂妄围困住他 他胆敢逃出包围圈 直接用空间法则全力围杀 大护法调动六位护法行动 他亲自同叶晨近身作战 自己的外围是两层包围圈 陷入如此阵法之内 便是混元境八层天的武者 都会陨落 更何况一个区区叶晨 不用三分钟一分钟之内 就将叶晨活活打死 杀金光刀 白月剑 乾坤拳 胡炮掌 大护法一个个武技招式都打出来 数十次打的叶晨 险些血肉崩溃 可每次崩溃后 叶晨体内没炼化的 核道神器力量都会涌动而出 帮助叶晨愈合肉身 他调动神王道 轰击叶晨的神王道 可下一刻 核道神器力量便将叶晨神王道 修复 反而威能比之前更强 该死 小畜生你到底吃了什么呀 体内力量这么多 混蛋 大护法越打越急 怎么回事啊 每次都快将叶晨打得半死 甚至好几次都快给打死了 对方下一刻就生龙活虎了 他体内力量到底有多少啊 他到底吃了什么神丹 居然这样抱点天物 我的道是杀道 打不死我的 只会让我更强 你们只不过是我的垫脚石而已 叶晨固然受伤 依旧狂妄大笑 别人的神王道 要苦苦修炼 肉身要慢慢锤炼 他不用 他跨越仙凡之隔的时候 用的是混元仙器 他大道演化为神王道的时候 用的是合道神器 他有的是力量淤积 只要淤积力量释放出来炼化 他就能越强 大护法越打越气 轮回目的中 多位大能 看着这一幕 不足心疼 月光佛叹息道 主持 这是何必呢 那些力量 可以慢慢炼化的呀 受这苦痛 换成其他人 早就崩溃了吧 肉身被彻底打崩七次 神王道险些 被打崩多次 就为提升力量 主持也太疯狂了吧 你不懂 这小子身上的压力很大 猪灭神君叹息一声言道 他可以用我们的力量 我们出手 片刻之间就可以杀了这些护法 但是他没有 这小子要的是实力的提升 真正的境界和战力的提升 而不是靠我们去 欺压 斩杀敌人 痛苦与收获并肩 这小子正是因为有这份毅力 才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才能在这个年纪 称霸两大欲界 更是在灵武大陆中 闯出偌大的传奇 叶辰 天赋很强 底蕴更多 从古至今 底蕴最强 应该就是叶辰了吧 换成其他人 只要稍微麻木一些 不理会任何事情 慢慢修炼 不需万年 便能成就太虚境 成为万古以来 最强的圣人圣王 但是叶辰没有 为何 他的道便是一步步而来 他的道凌驾于鲜血之上 此话一出 三大神佛和兵剑仙尊 都沉默起来 但是随时都准备出手 忽然间 逍遥神军施展功法完毕 传音给叶辰说道 徒儿 已经调查清楚了 天香阁的宝库中 有河道神器七剑 混元仙器百余剑 这些固然价值斐然 但绝对不能让轮回墓地 发出声音 也没有资格 我用神念之力 还察觉到里面有一个 被封印的神秘锦盒 虽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封印 但是里面的气息 和轮回墓地有些类似 恐怕轮回墓地 要你取的就是此物吧 找到它 你就有可能触碰到 轮回墓地的秘密 叶辰听到逍遥神君的话语 眸子一宁 心中已然下定决心 哪怕得罪了整个天香阁 也要得到那个神秘锦盒 这个神秘锦盒 可能对天香阁来说 根本不重要 但是对他叶辰来说 极其重要 爷爷的千年之局 自己的血脉秘密 乃至那神秘老头所说的危机 必然有关 他至今也想不通 轮回墓地 为什么选择他 又为什么偏偏 降落在上古昆仑须叶家 爷爷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放弃家主之位 苟且偷生 以剩下的命数 布置一个属于他叶辰的局 太多疑惑了 叶辰心中隐隐有种直觉 想要解开一切 唯有得到那天香阁的神秘锦盒 叶辰眼眸冰冷地看着众人 他很清楚 天香阁这群人抢掠少女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鸟 既然如此 今日就彻底抹掉这个天香阁 杀 全部出手 一次性轰灭 大护法话还未说完 眼前便浮现出一股股神光 一道突破的气息传来 他忍不住双目欲裂 喊道 该死 这小畜生竟然又突破了 他就是想借助我们突破 他听过舞者在战斗中突破的 但是没听过舞者在被围攻中突破的呀 因为突破要考虑很多因素 那小子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可能还有精力汇聚于突破之上 神王镜五层天破 炼体虚体七七阶破 随着夜尘两道抱贺之声 树骨强大的力量加持而来 阵地一呼 直接震退七护法和六护法 转而取出灭魂魔神枪 枪身涌现出无数寂灭之力 随着枪刚飞缩而出 爆 两位混元静二层天的护法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枪刚击中 肉身没有破裂 反而寿命以极快的速度消逝 七万年的寿命 转瞬即逝 紧接着两位护法 直接化作两具白骨落地 这便是夜尘的寄灭神王道的恐怖之处 杀 他会寄灭法则 杀 再不杀他 我们都要成白骨 随着大护法的怒吼声 夜尘舞动灭魂魔神枪 强横毁灭气息 震退了他和二护法 下一刻 大护法重新赶上来 定睛一看时 五护法和四护法 已经化作了两具白骨 又死了两个兄弟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 必杀 陆展元 想杀我 你的手下还不够格 夜尘闪避开大护法的攻击 随着一掌 拍在大护法身上 一股股寂灭之力涌动而出 直接包裹住了大护法 犹如蜘蛛网一般 任大护法如何挣脱 哪怕绽放出空间法则之力 也没有挣脱开去 不到两个呼吸之间 混圆七层天的大护法 便已经化作了一具白骨 紧接着 两具白骨跌落下去 是二护法和三护法 论战力 夜尘固然敌不过 混圆境中后期的三位护法 但是寄灭之力可以啊 只要你有寿源 那便可以寄灭 随着夜尘打碎七具白骨 周遭数万武者的心 都咯噔了一下 七位混圆境护法呀 转瞬间七人全灭 寿源耗尽而亡 这青年好很多 竟然还掌控了寄灭之力 虽然没到寄灭法则的程度 但是绝对不弱了 对付造化境之下的武者 威力甚至比毁灭法则 还要强大 造化境之下的武者 寿源和生机是王道 这是生命本源 寄灭之力瞬息间 可以消逝你数万年的寿命 他们这些人的寿命 能挡得住多少 没有历经时空之兵的洗礼 生命本源没有被改造 没有接受大量的生命之力 便会很快死在寄灭之力中 反抗都不可能 混圆境七层天的大护法 肉身不如夜沉 但是单打独斗 夜沉不动用底牌 只靠肉身和神王道 灵力 不需十分钟 必死无疑 但是用了寄灭之力 这位大护法不到两个呼吸 便陨落了 本以为他们十个就能杀了你 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呀 不过 陆战员缓缓缓地飞进第二层 以其混圆境九层天的修为 空间法则大圆满 瞬息间便可以绞杀空间法则 没有大圆满的任何武者 包括混圆境八层天 空间法则大圆满 领略一丝时间法则 意味着半步神军 此等修为换在其他地方 已然可以做霸主了 至少掌控十座巨城 数亿生灵的性命 还是可以的 妥了 陆战员亲自动手 那家伙必死无疑 幽冥十九殿下 长呼一口气 放下酒杯 凝视着窗外诸多舞者 不住笑道 杀一个神王静的卑贱东西 居然都来了两位河道神军 有趣 真有趣 独孤家族这些年不太行啊 或许吧 北唐天明举起酒杯 欣赏片刻便道 两位河道神军过来查看 也是正常 不过这天香阁准备这么多宝物 送给咱们就为了拍卖大会 能更加兴盛一些 关键时刻 若是陆战员不行 咱们出手也无妨 边上的令狐星炎 却是摇摇头 一边捏着身边坐着的 水灵少女的脸颊 一边笑道 我们还是不必了 等那小子死了 你我也该进入房间 享受欢好之趣 本公子都有些等不及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